PP石墓溪超倒背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歡迎收看醫師好辣 介紹六位帥中美女來賓 2022新的開始 今天就讓好辣軍團們 來分享讓運氣爆表的配包 子班小護理是李懿 哈囉 大家好 回顧去年發生幾個大小時 現在新的一年來嘛 對不對 那先恭喜兩位老師都出書了 我們每一年都會出這一本 就是這個新的一個年度裡頭的預言 對 認識一下 大太歲是不用講 一定是屬虎的嘛 對 小太歲呢 其實基本上影響最大的就是 屬虎的生肖跟屬猴的生肖 最兩個嘛 虎跟猴 對 影響最大 那最好的生肖呢 最好的生肖其實應該有兩位 一位是屬兔的朋友 一位是屬雞的朋友 所以他們想說 你是這兩個生肖非常恭喜 新作專家今天也是要幫我們解析一下對不對 是 2022年哪個星座是好的 每個星座都有它的好 是 然後像是 雙子會想要改變自己就有的模式 學習一些新的東西 對 活到老學到老 跟瓜哥學習 是... 也像牡羊一樣 他開始有所收穫 對...都是很好的 老師很會做人耶 對... 這部書一定賣得不錯 真的... 你再賣它嗎 我等這個都好久了 對 這個新書要不要介紹一下 是 我的這本書呢 是跟星座愛情有關 然後星座愛情裡面 我們在千位的個案實例裡面 找了三十二個故事 然後透過三十二個角度 和關鍵詞 討論愛情 人格 和我們生活的意義 然後如何追求愛情可以幸福 對 所以來 已經馬上接近新的一年了 過去的... 就不管好壞喔 我們都已經過去了 是 都期待新的一年要好運降臨 一年要比一年更好 當然 那我們請我們宣言錦老師 一開始先來測個字 好 這個有四個字 就福福生風四個字 那你可以從心裡頭 第一個印象 我喜歡哪個字 那如果觀眾朋友 真的有這種類似選擇性這樣 我覺得這個也好 我也很想選這個的時候 你不敢稍微眼睛稍微閉一下 突然間 你覺得哪個字 特別的閃了一下 在你的腦海中 那這個代表 在新的一年度裡頭 我們在哪一方面的運勢 會最好 有選福的嗎 有福的... 沒有人想要福 你們都不要福氣啊 真的假的 因為他們上醫師節目上過 他們上醫師節目知道 表面的字千萬不要選 對 一定要選那個最爛的 對 就瘋好了 你要選瘋 瘋啊 一定瘋啊 風生隨起嘛 虎呢 虎有沒有選 有一位 你為什麼選虎呢 我叫屬虎 屬虎 又是虎年 那虎最後看好了 好 先看虎有一個人選 來 選擇虎的朋友 我們在新年度來恭喜你 因為虎其實基本上來說 你會發現旁邊隱藏 就是魯獲的魯的開頭 所以在新的一年度裡頭 要特別注意他們 那基本上是這個 我們講說做事情 用心相處 那麼魯獲這個芳心 其實主要的部分 在兩個部分 未婚的朋友 如果選到這個字的話 恭喜你在新的一年度裡頭 我的感情上面來說 會有大有進展 而且非常的順遂 但是如果以婚的朋友來說 表示我在新的一年度裡頭 我的人際關係 我的人緣桃花 會非常的好 沒想到下一波蓋掉 王力宏的心 瓜哥 桃花嘛 不是嗎 對... 老婆也要看這一集 沒有 他生意會更好啊 想都沒想到 真的 桃花 選生的請去選 三位 你也選生喔 生生不息 因為我們做婦產科的 我當然要不要 不亂的來分享 那麼觀眾朋友如果選生的話 那麼要恭喜你 因為生這個字呢 其實它代表 披心待躍 成功隆昌 它剛好是隆昌的結尾 那個隆字的結尾 所以觀眾朋友如果選到這個字的話 恭喜你在 在前途事業上面來說的話 是在新人員度裡頭是100% 想必學姊跟黃毅宗是選... 風 為什麼選風 感覺風是那種 徐徐吹來的感覺 比較舒服的感覺 對... 好 毅宗呢 因為我來自風神啊 所以新竹人風 看到風就會... 對 就會有那個... 家鄉的感覺 剛剛如果選擇到 像風這個字的話 它其實基本上 你會發現它是 英姿煞爽的這個結尾 那另外呢 它也是所謂姿態飄逸的 飄至的結尾 所以表示這個 在新年員度裡頭 我們在這個各方面來說 感覺上來說 那個氣勢跟這個 所謂的姿態 都非常的引人這個注目 就像瓜哥一樣 當然... 真的 對 我就覺得那個字 就是在說瓜哥 對... 那所以選擇到這個朋友 其實基本上來說 第一當然是身心健康 第二個來說的話 比較在各方面來說 讓人家感覺上 你的這個... 整體的這個氣質 或是身體的感覺 那個氣場 都是非常的好的 是 觀眾朋友如果選擇 符這個字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符這個字 其實你會發現 它是衣食豐足的 這個衣製的前面的開頭 那麼相對應的來說 它也是所謂的 安享富貴 富貴的富字的這個結尾 那麼我特別針對這個 所謂的金錢 以及理財方面來說的話 應該都是最好的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選到這個的話 要恭喜你在新年年度裡頭 整體的這個財運上面來說 非常的旺 是 那我們今天請各行各業 有哪些開運的撇步 請大家來分享一下 像我的個性 我們是用嘴巴來講話的人 然後就容易 就是人家講 容易有口舌之災 容易犯小人 那其實去年初的時候 我們朋友就告訴我 我有學命你的朋友 就跟我講說 你今年就是犯小人 會很嚴重 太好心拿了一個黑曜石給我 黑曜石說可以抗小人 但是我呢 人有時候就是這樣 你沒有遇過事情 你都覺得剃氣 我就好 我現在幹嘛拿這個 所以他雖然給了我 但是我搜一搜以後 我也不知道放去哪裡 結果後來果然就是 你知道也是因為口舌之災 所以就開始有一些流言蜚語 變成怎麼樣 那就要開始化煞 化煞什麼 他在我們家 他跟我講說 好 那現在有個辦法 就是說 在家裡的特定的方位 他就看我的深層八字 然後在方位裡面 擺荷花 他可以把好運放大 也可以把化運放大 所以你不要放錯地方 他那種擺多久 這個 放一個禮拜 然後要換 要換 對 要換 你看要換好久 換到那個 就是那個 就覺得說那個運 慢慢回來 所以像我們有時候 老師會說 你就是除夕夜 放到元宵十五 過後 有一個時間 其實還要當時還要搭配 還要走所謂的 那個所謂的 每天早上 就是規定 沒有比方說七點到九點 然後你就要去走 奇門燉甲 去走方位 然後每一天的方位都不一樣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就是 可能就是 讓你反省跟懺悔 或是覺得反思說 我們過去嘴巴這樣子 雖然是說牌子 雖然是說牌子 雖然是很多人 讓自己冷靜冷靜 對 其實講到這個 像他就跟我講說 今年 那今年稍微回來一點 他今年就叫我戴 年初跟我講 我就乖乖戴 我都不敢 隨身 你看都戴在身上 他說這個很虎眼石 因為去年是要低 那今年就是慢慢的 要把氣回來 他說這個代表 所以就是說這個東西 就是可以佩戴身上 所以老師 你自己覺得那一兩年 是真的有點不太順 對 因為我覺得人生 其實人生的那個順風 跟逆風 就是有點那種奇奇落落 有高有低 有時候人最怕的就是說 你可能起風了幾年以後 你可能忘記了 你忘本 那其實有需要這種 開運小物來幫你講說 有些事情其實我們還是要 提醒 對 提醒自己 那其實在 因為我又想到這個 你看我今天還帶了一個這個 葫蘆是仿小人 這大家大概知道 可是為什麼你說 教書的人也要這個 因為我以前我在學校 當合作社經理 那我那個幾年前的 那個生意就做得很好 那個事業蒸蒸日上 順風順水 順水 但是其實這個時候 你知道 你不小心的時候 就開始會有流言飛 黃毅中當經理 賺那麼多錢 其實合作社是這樣 他賺的那個錢 是要回饋給學校 作為那個學生的獎助 可是人家就說 那賺那麼多 是不是中間拿了什麼東西 所以我來趕快去那個 去求那個葫蘆以後 去廟裡面祈求以後 然後掛在我的辦公桌 然後開始我就開會的時候 就把報表一本一本的拿出來 然後清楚的跟這些同事們說明 就是說我們獲利雖然賺得多 但是這些錢 其實都回到我們學生的身上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人家就說 好啦 那這樣子 其實也許大家 流言蜚語可能誤會你 所以我說說 心理學有什麼書法叫做 自我實現預言 就是你相信他怎麼樣 他就會怎麼樣 所以你每天就是說 提醒自己說 我們要謹人盛行的時候 然後循序漸進的時候 其實當這樣的時候 我跟他運 他就會回來 所以到底是科學 還是所謂的 我們剛才講的命理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我總覺得 一件事情就是說 人就是要 然後該做的事情好好做 然後不要去得罪 或是做不該做的事情 沒錯 這講得很好 真的 政治人物也有一些 開運的小方法 但是雖然我們市長常說 他要科學務實 但我們還是相信一些 就是不同的方法 可以帶來大家身心 身心靈上的平安 畢竟政治這條路就是 都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 所以很常就是踩到地雷 那我自己的方法 就是在手上綁一條紅線 可是很多人會誤會 女生手上綁紅線 是因為要招桃花 或是想要談戀愛 所以才綁紅線 可是其實我是跟著 市長跟副市長一起去跑行程的時候 遇到了一間廟裡面的師姐 他一看到我就跟我說 你手上應該是三條線 就這樣 他就沒有多說手上 這說你額頭有三條線 你綁著 他就可以幫你保平安的感覺 那我就也不宜有 他就把手伸出去 就給他綁了 結果殊不知他是拆不下來的 所以他是一個完全用蠟燭燒尾巴 然後直接綁死的這種 所以就是他如果師姐說 如果他斷掉的話 就表示他可能幫你掌上什麼東西 那你可能就要立刻趕快回去 那個renew一下 就是再把它重新綁起來 那我自己覺得他滿有效果的 是因為我們常常在議會會被那個 炮轟 各種攻擊 那師姐就跟我說 你如果覺得身心靈 覺得有一點點不順利 或是覺得思緒有點混亂 情緒快要起來的時候 你就趕快握住他 然後一直握著他這樣 趕快把他轉一轉 所以在議會如果被炮轟的時候 我就在下面這樣一直摸摸的拉著他 就反而進入一個無我的境界 然後議員在講什麼 我都從這邊進去 這種感覺 對 但是我們也有一些 小小的禁忌是不能做的 哪些 可能跟各位醫師一樣 是不能吃鳳梨酥 因為太旺了 對 事情會太多 但總是會有人像我一樣 就是不信嫌 就是肚子有點餓 就拿起來 然後就想說下午茶也沒什麼事 今天也好像看起來新聞也沒什麼 就打開來吃了一塊 結果那一天真的是大爆發 那一年是這個 剛好要2020要選總統的時候 早上真的都沒什麼事情 可是後來我一吃了鳳梨酥 馬上郭台銘宣布他不選總統 然後接著又斷交一個國家 整個大爆發 然後我們的手機一直響個不停 所以完全不能不信寫 就真的不能吃鳳梨酥 或是旺旺先輩類的也不太能 他為什麼不立一個牌子 不要送這些東西 就還是會有人就是覺得說 這個就代表著福氣 會希望你可以多多好運 可是這類的東西通常 我相信新聞界跟這個醫師界 應該不太敢吃 那演藝人員是不是要吃 因為就東西案子又多 對 一定 而且每一次拜拜一定有鳳梨 對 在拍戲的時候 對 行業不一樣 葫蘆其實古代主要有兩種功能 一個叫收腰 收腰 很多那個收進來 對 對 氣候系統 孫悟空不是在跟這個 金角營養大王等的時候 風神榜裡面最多的那 對 然後他就把它收進來 所以一般民俗上面來說 第一個叫收腰 第二個來說的話就是 我們講說醫生 以前古代就在玄弧激世 所以當有人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有時候他們會放葫蘆 放在床頭旁邊 然後他的疾病方面來說 就會逐步的慢慢的消失 所以這個部分可以稍微作為參考 至於放鳳梨那個 都是盡量不要對不對 可是有的行業可以 對 因為像比如說像做生意 做什麼他們就覺得說 鳳梨就是非常的旺 像我們以前在夜市來說 幾乎像夜市的每一個 檀圍或者每一家店面 只要他要在辦的時候 每一家都會放 所以基本上來說 它是因為諧音 因為民俗上 紅 然後紅來 然後希望裡面那個 但是基本上 有一些血液上 它還有一些特殊的 比如說像鳳梨的話 如果像禮子之類的 香蕉 禮子這些 有時候它會變 九里來 九里來 那是中原間不難 對 所以有些 就會對這個 會有一些忌諱 像我們產房 富蘭科的產房 有的時候 像因為少子化 其實我們會倒過來 因為產房是唯一醫院 在辦喜事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希望 好不好趕快進來 曾經有的證據 就是我們的生產量 大幅下降 然後有一天早上我去看 你在幹嘛 就買了一堆鳳梨再吃 他說再沒有 他們就被派出去了 因為沒工作做了 有一些 會燒一些那種香味 因為像玫瑰 或者是一些那種香的 會吸引產部進來 我們也會做這樣的事情 那當然不順的話 其實醫院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 是非常迷信的 尤其是普渡 哪一次打 把公文發下來 叫大家一定要上去拜拜 對啊 就是集體拜拜 那我們產房會 跟人家拜的不一樣 我們自己會開一個小小的香爐區 因為我們 我們拜的是有那個小朋友 可能有些小朋友 有往生的 我們會拜那個奶瓶 還要給他掛玩具 還有一個小玩具給他 這是我們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這張是我們產房掛的 因為有時候不順利 就旁邊是一個胎兒監視器 我們就掛了一個符在中間 正手所有 產房都能夠順利生產 乖乖 對 那右邊那個乖乖是 就是幾乎醫院很多地方都會放 印表機不順也放一個 對 電腦上面都放 每個都乖乖 設備有時候就是很奇怪 就平常用都好好的 當你要忙的時候 當機啊 用卡紙啊 一大堆 我朋友也是在醫院工作 然後我去找他 我看到我乖乖直接打開 你應該被罵了吧 你就被罵了 你不行這樣 你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我嚇死我想說 不過就乖乖而已 後來我才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乖乖還要綠色 不能拜五線 對 綠色 你知道我們洗腎室 洗腎室都是什麼病人 都是尿毒症的病人 那都是病氣 然後磁場非常非常弱 然後全部都聚集在那邊 所以我們那個環境 是匆忙的病氣 跟那個很弱磁場的 我醫生是個科學人 但是也會相信 其實真的要臨血這一塊 運氣這一塊 跟環境進化這一塊 真的要很努力去做 這是真實的 那我用的是 叫水晶開運法 我的洗腎室 在入口處有一個很 這麼大顆的 這就是黑藥鹽 這麼大顆 這保齡球吧 比保齡球還大 那顆比保齡球還大 這麼大 對 這顆非常重 非常重 我自己都搬不起來 然後那個 這一顆為什麼要黑色 黑藥鹽它足水 我們中國也有說 黑色入腎有沒有 然後那個其實在西方 那個對照的那個叫 七輪脈裡面 那個叫做 對照的是一個叫海底輪 其實我對水晶有一些 看了一些書 大家知道 所以對腎臟最好最好的就是 它可以吸除我們的病氣 消除病人的那個壓力 把它整個那個磁場都進化 那所以這個我放在那個 只要禁洗聖室門口 每個都會被佛光普照 都會被加持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它有一個很強很強的水晶 如果要消除病 其實很多練那個氣功 靈學的師傅 一定會用一種長得醜醜的 但是它磁場是說 水晶裡面最強的 這叫什麼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叫骨幹水晶 那骨幹水晶又叫做鱷魚水晶 因為它的結痂很像鱷魚皮有沒有 很硬 一顆一顆的 它在水晶形成的時候 旁邊那個力量這樣壓下去 所以它磁場超強的 那它所有人 它是一般的水晶的那個數倍 所以你要去去除那些病氣 或什麼就靠它是最好 那這個我放在哪裡 放在我的客廳 因為我的洗腎病人 有時候會在我的那個禁場 那個客廳那邊吃飯 那什麼一樣 就有那個強大的磁場 又幫他們整個多光普照 那到底有沒有效 我就舉一個例子 我們洗腎室 大概有一百多個洗腎病人 會在那邊洗腎 偶爾當然有一些就會生病 就要去住院 那一陣子很奇怪 我平常大概兩三個住院 那陣子突然說五六個都跑去住院 那有些醫護人員還扭到腳 閃到腰 那我每次遇到這種事情 我就要開始到底我拿風水 或者這些水晶 到底有沒有出什麼問題 第一個我就去看那兩顆水晶 那就看到 我的那個那個大的黑曜炎 怎麼上面全都灰塵 那我還知道我前陣子 做那個屋頂的那個天花板的裝潢 然後他們把那個什麼灰塵 整個都弄到那個那塊 我們清潔人員不大敢碰我那一塊 然後加上他們把那個一些 箭材都擋住了 就會把它整個擋住 然後趕快就 兩個一起努力把它搬去 把它擦乾淨 然後要淨化要曬太陽 把它淨化 淨化完之後再努力把它搬回原來的地方 哇一切都順利了 之前就是因為很常出外景 然後你就會一起住到一些不同的飯店 然後那陣子就是出外景 可能有點睡不好還是幹嘛 我朋友也是給我一塊小塊的 他說你就握著睡 然後就是握著睡之後 你就會睡得比較好 然後那時候我就不相信 然後那時候住到飯店的時候 我就覺得就是怪怪的 然後我就握著睡 結果你真的全身就開始出汗 是不是黑曜炎也可以有這個功能 因為一般來說黑曜炎 其實它有這個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震宅 甚至必煞的功能 那其實高級的黑曜炎來說 它有時候剛好眼睛那個部分 它在中間會形成一個 像眼睛的一個形狀 所以一般才會認為說 它有所謂的震宅 壁血的功能 可是它有一個部分比較特別 也就是說通常有時候 當人的運氣不好 像剛才講是因為灰塵對不對 有時候他戴在身上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黑曜炎 或者是水晶會變濁 會濁濁的 那會表示當時的運氣 它會比較弱一點 那這個時候就要趕快 做一個消磁的動作 那消磁其實觀眾朋友 我常常講說 水晶對你來說 其實它有點像海綿體有沒有 它會吸水 比如我這個是招財的 我招財招到一定程度之後 OK它就沒有辦法再吸了 所以你必須要做一個消磁的動作 讓它重新再來再開啟 再啟動它 對… 至於那個鱷魚水晶 那個是還真的是有用 因為我以前曾經有處理過一個 它就是卡到這個不乾淨的東西 然後當時幫它處理 這麼高一個純白的 可是在幫它處理完之後 處理完之後 大家一走處理發現 那個鱷魚水晶爆裂 爆裂它噴出來噴到旁邊 然後大家就怎麼會那個 然後再仔細看 整個鱷魚水晶從白色變成灰黑色 到現在為止就是 它顏色有變淡了 但是還是顏色比較暗一點點 塵彩太多的負能量水晶 還沒清磁 對 因為肝膽科 肝是屬木的 所以我大概18年前 那樣開業的時候 我們整所的裝潢 就幾乎全部都用用木頭 盡量不要用金屬 因為金刻木 好 那用木頭 去裝潢下去的時候 很多病人說 這是中醫診所嗎 大家就問一下 很早的人會在店面用整個純木 很像中醫 所以這樣子 那我們假如說病人來 他因為肝臟 他因為鐵太多會傷肝 我們甚至幫他放血 這樣做來真的有用 所以這麼多的木頭 就要保護病人的肝臟健康 那另外我們在門口也擺了一個食癌運轉 不會知道那個會 石頭會轉 假設他轉得不順的時候 我們診所的護理人員就會很緊張 因為那天一定會不太順 那有一次他把這個拿去洗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食癌運轉這個 他拿去洗的時候 不小心把那個盆子 連那個球都破了一個洞 結果那幾天 每次在櫃檯就在起糾紛 趕快去換一個新的 最近居然連那個球都被偷了 會偷得到 有人要偷這個 這怎麼偷 這應該這麼難的 小看就 要把它偷走 偷走 當然就是天下大亂 趕快去殷哥 再買一個新的回來 整個診所的運轉 才恢復真的 一定是非常看眼紅的人 應該同行 超常 2022年四大星象 幸運色是什麼呢 這也是一個能量磁場的觀念 大家我們來看一下四大星象 火象星座 牡羊獅子射手 你2022年的幸運色是 棕色和白色 所謂的棕色就是 火象星座需要在強大的壓力之下 讓自己穩住 讓自己有一個穩定的狀態 面對壓力處理它 而白色呢 就是要療癒自己 療癒自己之後 再去做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土象星座 牡羊處女摩羯座 2022年幸運色 紫色和粉色系 紫色 我覺得土象星座非常需要紫色 因為他們鑽牛角尖 很多事情想不通 翻來覆去碾壓自己 那紫色就讓他們去開智慧 多角度思考 我相信這些事情 就沒有你想像那麼難 那粉色系呢 就是多一點的親和力 親和力幫助你增加貴人的支持喔 那我們來接下看 風象星座 雙子天平水平座 你的幸運色 灰色和黑色 灰色讓你在思考事情的時候 比較獨立 不要說我沒有自信 聽誰的聽誰的 聽自己的就對了 那黑色呢就是權威嘛 我想好了 這是我的本業專職的話 你就要以自己為重 我相信你的事業發展才會如你所期喔 水象星座巨蝎天蝎和霜雨 2020年的幸運色是米色和紅色 那米色就是一個溫暖的顏色 讓我們自己安居樂業 然後知道自己已經得到了成就了 不需要跟別人比較 也不需要太貪心 那最後紅色呢就是 我們要對自己所有的成就有一個自我的肯定 內心調整好了 我相信你的運氣不會差 這個剛剛講的是星座這些嘛 是 沒錯 那接下來呢就是新的一年嘛對不對 當然希望 像我自己就是我知道 進門 因為我們門在左手邊嘛 進門的斜對角那個地方 就是我的 然後那個地方我們家之前 都堆滿了東西 什麼電風扇或雜物 然後窗簾也都是拉起來的 然後我男朋友有一次得知了 就是這個地方的柴位之後 我就被罵了 我以為他要去偷錢 沒有 他就把那裡整理好 你就會覺得相對來說明亮 你好像自己會覺得說 我的運勢好像不錯這樣子 可是我想問老師 是不是每年你在家裡住的 柴位會一直換 換來換去 居家環境裡頭 依照我的房子門 座巷不同 它其實有一個叫固定柴位 它是不會變的 但是第二種叫做流年財位 流年財位就是 當我在這個年份裡頭 流年財位它是會移動的 是會移動的 所以萬一如果說 比如說我可能這個房子的座巷 有時候這個房子的財運並不好 它就可以靠流年的財位來做補足 其實觀眾朋友要特別記得 財位的布置它最簡單的地方 第一個不要雜亂 要保持乾淨 第二個要盡量保持明亮 為什麼有時候我們的觀眾朋友 可能把一些東西放在那邊之後 我發現就是我雖然會賺到錢 可是煩惱的事情 也會相對的比較多 他講的有道理 這兩年我感觸最深 為什麼 這兩年疫情 所以大家回去衣服 都先脫放了走廊 在那邊晒 可是你明天出去穿另外一套 這個又不會洗 所以常常堆五六套衣服 會氣都在那 對啊 我去年找師傅來看說 你這麼亂得這樣 是要怎麼大 真的比較亂就會比較雜 就會很多事 對不對 那剛剛談到的那個 一般人放保險箱 他不會再動了吧 不會再動 當然不叫流動的 那個就是房子固定採位 那第二種 其實固定採位有兩個 一個大部分來說 大概在主臥室比較多 然後第二個來說是廚房 廚房那個叫流動採位 就每天你在 以前的人就看到你廚房裡頭 雞壓魚肉 表示你最近一定生活上面 工作上賺得非常多錢 所以通常廚房叫流動採位 所以為什麼冰箱不能夠隨便 對著外面門口 那你的瓦斯爐不能 門口一看到 就直接看到你的爐灶 對 科學角度裡頭 風一吹一灌進去 那因為你煮東西 那其實也會容易出現一些 安全性的考量 還有聽說冰箱裡面 如果擺太多的這個糧食 爪亂不髒也是會影響 對 你要整理乾淨嗎 對 第一次到夫家的 就是跟老公一起去 他的親戚家 然後我就帶了一對銀耳環 然後一個小戒子 結果我去舅舅家 然後舅媽看到我就說 你初一就戴銀色的耳環 你有銀色的戒指 你就是那種喜歡喔 我說 什麼選 我覺得老人家這句話 就 你看你當年初一聽到這句話 你是太不開心 我立馬 正能講 他是應該婚女主持人吧 對啊 他是做生意的人 就在家拍老店 然後我二話不說 我就趕快跑回家 因為就在巷口 我們家在巷子裡 然後就去換了銀色的高跟 身鞋對不對 我當然贏這起跑點 我腳下就要贏 然後我就一直記著這一點 後來生了小孩之後 像我們家每年大年初一 中午吃完飯 下午休息一下 就整個家族都會去運動 那我的孩子 在夫家那邊來講 都是屬於比較矮小的 因為那邊一八幾 一九幾一大堆 所以我們打籃球不會贏的 但後來有一次 我就想到舅媽講這句話 我就跟我女兒講說 美女那個球鞋換銀色了 那哥哥的球鞋 跟弟弟的球鞋 我就給他別上銀色的 那個飾品 在鞋帶上 那一天一上場 十二比八 殺掉所有的 同學他們就願意相信我這一點 那我就喜歡在過年的時候 就是帶一些銀色的飾品 然後有一次我去 跟一個老師上課 他就跟我說 我們的錢 要有一個錢母的 你看有一個金的 帶頭的 對 然後呢 你只要遇到那種 德高望重 有社會的 像今天我就想跟瓜哥 交換一千塊 我要補你的Hockey 來做我的錢母 我最近比較衰蛋 但我心目中 一直是最優秀的 德高望重 新竹有一個起得重機 那個胡董 我們去他們家 因為我們去拍公益電影 就在他們家 然後我們就想到 胡董這麼有錢 當然就是要跟胡董換錢 那當下他就問我說 那你們有幾個人 我們這一票的人 全部都聽過那個老師講 所以我們有九個 八個還九個 就大家就拿 大家很誠懇嘛 就拿一千塊 就最後那個最不要臉 拿五百 胡董就給我們每個人 兩千元 現賺一千 那你想最後那個拿五百的 一千五 一千五 我們就說拿一千塊 就要一幾個 所以在過年期間呢 我會 在我的錢包裡 我會帶贏 就會帶來一年的好喜錢 好財氣 我真不騙你 你看這一疊錢 在我的包當前面 我的包常爆 但你要小心 就不要被人家爬到你的包 我們在過年期間 因為也有很多的行程要跑 所以通常都會 用身體力行的方式 去累積我們的財運 像是市長在初一初二的時候 通常我們一般人 應該可能就是過年 選擇一間廟 可能是每一年 你都會回去這邊 然後稍微的祈求一下 新年的願望 不過我們跟著市長 就是一天要跑十九間 就是把全臺北市 從南到北 從東到西的廟 大大小小的全部都去 我們上次 是不是在淡水碰到的 對 我們也在錄影 你看我們都跟廟 公廟結合 他們也是到處跑 政治人物就是去發發財金 那過年期間 因為之前沒有疫情的關係 很多民眾就會覺得說 我過年的時候 如果跟政治人物拿到一個 有點像是發財金的東西的話 有一個像是新年的感覺 然後從這個有名的人手上拿到 可能會有點福氣 所以每一年都會有總統 市長 出席 開春第一天 對 然後都會排好長的人 所以市長每到一個廟 他就開始一直發 發到最後他自己也忘記 他自己現在在哪一間廟了 這樣子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小小的禁忌 但我一開始不太知道 因為在這個公家機關裡面 會有 每一個人都會拿一個金鏟子 稍微這樣鏟下去 然後挖一點點土起來 那個鏟子每一次就是鏟完之後 放在那個台子上面 每一個人都要市長簽名 這個誰要呢 就你要了 對 拿回去生小 金鏟子 對 所以就一般想要生小 最後去分 開工完的那個金鏟子 沒錯 市長簽完之後 大概三秒 真的不超過三秒 所有的婦女們全部跑出來拿 那個鏟子不能只放在你家的 某個角落 你要把它放在床底下 才會有這個好運 殘子 對 那甚至有人說要把它倒過來放 才會是生男生的這種 各種不同的言論 李懿拿回去 不是只放的不做 還是要做 要做 對 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 但是我們就想說 每一個那個那麼長的鏟子 然後你放在家裡 就是很佔位置 所以就有一些局處就開始想到 用小的 把它變成小小的 有點像是那種鑰匙的小調子 對 象徵性的 對 象徵性的 然後想要把它送給別人 所以我就有一天就把它包裝好 送給我的朋友 結果被大家阻止 大家就說 這個小的不能送 因為他的諧音是小產 所以他變成好像有一點不好的意思 這個倒也是 對 雖然原意是好的 但其實是不能送 還是定位也好 定位也好 一定要大產 對啊 要不然小產 對 做生意的人也會要 因為就是產經 然後就會放在公司的那個 辦公室財位也 但是我想市長用意 應該是讓多殘子 因為現在我們整個少子化了 多殘子 我也要分享一下 就是說這個是我去那個 財神廟求的這個集目 所以我朋友今年初的時候 就跟我講說 他要去金山的財神廟 去存 去換錢母 但我沒有概念 他說他每年都會去 然後今年就說 那我就跟你去 說他也選 我朋友本來去年投資是賠錢的 他今年開一個新的公司喔 真的就是事業真真日上 那話說呢 那為什麼同一時間去對不對 那我也求了錢母回來 我就想說奇怪 為什麼今年買高票都沒賺 雖然說沒有到不順 但是就是都沒有什麼 想起來了 就剛剛我們講到的 柴位 原來我們家的柴位 就在那個餐桌 然後因為我們今年生寶寶 所以有小孩子之後 東西就會比較亂丟 那個餐桌就是變成是 我們的置物櫃 所以東西都放了很多 一直到最近前一陣子 我太太才發現人家跟他講說 院母跟他講說 那個是財位 你們那邊東西堆成這樣 是怎麼回事 他在把它整個清得一乾二淨 然後就是留一個水果或什麼的 說來也神奇 這兩個月股票就賺了 家裡的財位也是要顧得住 所以除了我這個都放身上以外 我剛剛講的那個家裡的東西 要整理好穿著 不然你跟神明球的前母 你的朋友跟你同行的 人家開公司都賺錢了 你都去基礎 我來沒什麼談 因為你自己把你的財位堵住了 其實觀眾朋友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居家環境在2022年 它事實上有三個主要的一個財位 觀眾朋友可以稍微加強一下 這個就叫流年財位 我們剛剛提到流年的財位 所以觀眾朋友第一個 居家環境的正北方 東西南北知道以後 把家裡的格局圖拿出來影印以後 把它平均分成九等分 然後東西南北 你把它標示上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 居家環境的正北方這個區塊 所以在這個範圍裡頭 我們把這個發財金 或者是招財的錢母 一部分帶在身上 那一部分可以放在這位置 就可以吹動我們的財運 那麼偏在西北方的時候 如果你是屬於類似 軍人 警察 業務性質 我要需要跑來跑去的工作的時候 在這個方位來說的話 你放在這位置 就能夠達到 但是還有一種朋友 是我們在做生意 不管你是市場 還是現在很多網路上面 都在賣東西 事實上不管你是做任何貿易 算是生意來說的話 那麼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居家環境的 這個所謂的 東北方這個方位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這個位置上 可是觀眾朋友要特別記得 比如說像北方 如果你想要吹得更旺一點的時候 你還可以放個魚缸 裝水的容器會更好 可是一定要記得 東北這個方位來說 就不能夠放 剛才提到的裝水容器 反而是變成 裝水容器 所以一定要記得 他有一些特殊需要注意的經濟 其實我們醫學真的有極限 如果有一天你自己的家人 身重病 那你用了所有的方法 可是他還在昏迷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還是會尋求一些宗教的力量 我會去哪裡拜拜 我都去那個行天宮 那行天宮 我都會給他求一張 這個叫平安卡 那平安卡的後面有一個叫 金光神咒 我就講這個故事 那時候我爸爸在好多年前 我爸爸得了一個肺炎 那住到台中去 然後我到台中去看 他已經住進家戶病房了 然後用了第一線抗生素 沒效第二線第三線 然後就肺炎昏迷 呼吸衰竭插管 然後我知道用到第三線抗生素 如果再也沒有效的話 可能就就會過世了 那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就去那個行天宮 求了這張卡 求了這張卡之後 我就把它貼在我父親 那個家戶病房的床頭 然後唸了一下金光神咒 很神奇 我父親隔天就醒過來 還有一個 大家知道我很姓水晶 其實我以前都有戴一個 這個叫太金 這是一個金光閃閃的 可是這個已經有點濁掉了 這個有一個小故事 其實因為我是腎臟科醫師 我跟病人 其實那種感情有時候 不是一兩天的 我們有時候照顧他五年十年 那病人過世了 那我們有時候過世 會發個曝文給我們 我們就會參加他 可是你知道去參加那個 曝文的那個喪禮 就告別室 裡面都是在那個殯儀館 那邊是陰氣很重的 所以回來都你要進化 我都會帶一個這種太金去 有一次一樣 我就完之後我就帶這個回來 那回來之後就覺得 諸事不順 而且很奇怪的是 開始頭痛 這頭痛得很厲害 我年輕的時候 曾經有慢性頭痛 可是我後來自己治好了 已經好久沒有頭痛 怎麼又頭痛起來 覺得很奇怪 那後來有一次 我就痛到受不了 把這個拔掉 拔掉竟然馬上就不痛 那我覺得有這麼神奇嗎 我就把它帶回去 又頭痛 後來我跟我那個水晶的朋友討論 他說你這個水晶本來就會吸很多的負能量 他就吸了一堆負能量 所以變得比較濁掉了 你又沒有做好一個進化的動作 那你一直吸進你身體裡面 你就一直頭痛 然後我後來我就一直放在那邊 但是我這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水晶到底這種要帶左手還是右手 你如果要把像我剛剛講黑曜炎 是要把兵器吸走 你要帶右手 叫左進右出 可是你又要帶招桃花什麼粉晶 招震材的什麼綠幽靈 什麼黃水晶要帶左手或好的東西 把它吸到你身體裡面去 洪醫師我不是在做洗身 在賣水晶 水晶生意 我大概是最靈性的意思 我們對這些陰陽五行八字這些 不是很性 但是我在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當時是一個老師 他是血液科的專科醫師 他跟我講 因為那個時候我在守家戶病房 那他常常晚上他就會來看我 因為他來尋他的病人 他有時候來的時候他會講一句 今天注意有人要來接人走 那那天晚上就會急救 那後來他跟我講 原來他營養眼 他都看得到 那他跟我們提醒 他說醫院 因為還是會有一些零走掉的時候 他說他不會立刻離開 他會待在醫院的走廊的兩邊 包括樓梯 他說你在醫院走路要走中間 旁邊不要走 我說我又看不到 他說你相信我就對了 而且電梯也不能靠旁邊試圍 對 他說就是走中間 所以這是一個 你會踩到他嗎 喂 那習慣進電梯就會晃角落 他就在角落 對 所以醫院裡面到底有沒有病氣 我想是真的有 我有一個病理科的一個老師 他就講 他說他每天早上要去病氣的方法 就是早上起來 面對東方看著太陽 腳要踩在泥土地上 打視角 為什麼 他就把那些病氣 透過地的磁場把它去掉 我說我們家沒有那種地方 所以只好 每次醫院下班的時候 就趕快去公園去跑一跑 把那磁場換一換 我想這個病氣是真的有 因為我們上次在節目上講過 有一個老師 他就肝膽科醫師 結果他又得到肝癌 所以在醫院裡面說 他做甲狀腺都是甲狀腺 所以我想這個去病氣 還是蠻重要的 可是現在大家很去去 參加朋友的告別式回來 他不會直接回家 對 或腳直接抖一下 不是馬上直接回去嗎 那我們透過十二星座來看一下 2022年四大星床的健康 健康運在哪些方向呢 火象星座 牡羊獅子射手 大家要注意作息姿勢 比如說如果你沒有在自己的作息調整好 或者是你坐著的姿勢 就是在扭來扭去 真的是坐不住的話 很有可能在淋巴代謝方面比較弱 大家要注意保養 那解決方案呢 就是多運動 還有調整作息是最根本的 牡羊獅子射手 這三個是火象 對 火象的 土象星座 金牛處理摩羯 2022年呢 你要注意飲食均衡要規律 如果這點沒有做好的話 腸胃啊 腎臟啊 很可能會有一些負擔 風象星座 雙子天平和水平座 2022年健康方面呢 要注意情緒影響健康 比如說像牙齿啦 或者是腹部 那你在情緒上面沒有調整好 你的弱象就會爆發出一些病症 在這方面 如果我們多注意保養 或者說要出去傾訴 好朋友出來聊一聊 對 對 這樣子我們的情緒健康 身體就會跟著健康了 對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水象星座 巨蝎 天蝎和雙魚 照顧內心需求 那當我們把時間精力都花在別人身上 那自己呢 你就會忘了照顧喔 那這部分頭部啊 或是膽囊啊 你就會有些狀況 讓你覺得說 我有點不舒服 捍衛自己的權益 請勇敢的為自己做點什麼吧 其實我認為健康最大的問題 最重要還是睡眠這個問題 如果校沒睡好 什麼都不好 隔天起來 口氣不好 氣色不好 皮膚狀況不好 精神狀況不好 我跟你講最明顯的 真的 你沒睡好 什麼事情都都是做不好 那像大家知道 我是一個職業婦女 我要工作 然後也要照顧家庭 那像我壓力比較大 我如果睡不好 我隔天的工作 真的是都處理得不好 像在拍戲的時候 每次要背那個台詞 我們常八點檔都是 當天才拿到劇本 所以你就會趕快找 同場戲的演員 一直對詞 對詞 有的時候你稍微拿到劇本 我就會在家裡 我就會請老公啊 請女兒幫我對 然後我曾經坐在椅子上 打盹睡著 還在說 換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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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一直想要cue別人 然後他講完那句我才能講 我連睡覺都睡不安穩 都還在對詞 你看那個壓力有多大 我的小孩已經出社會了嘛 那我就擔心哥哥 哥哥開餐酒館生意好不好 疫情過了 生意穩不穩定 我也會擔心他 那我的女兒也進演藝圈 開始拍戲 我就會很怕他如果沒有準備好 演戲戲不到位 人家去murmur什麼 所以我就一直那個 腦袋也都沒辦法停下來 那像我睡眠不好的時候 我曾經去求助過我的家庭醫師 他給我開那個安眠藥 但是相對的 安眠藥讓你睡 也會有所謂的副作用 我就曾經那個 藥效還沒退 電話來了我要出門工作 我就 人家以為我在跳什麼舞 可是就是輕飄飄的 然後腦袋 腦子是很混沌的 台詞完全記不住 工作效率非常差 注意力很差 對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 我不能靠安眠藥 後來我就上網去爬文 找到這個日本的 C23乳酸菌 它是一個乳酸菌大廠做的 來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可以 易中老師的壓力大 真的 壓力大 這個超方便 非常方便 我覺得睡眠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如果不能好好睡 真的事情會很多 像我的壓力大 我兒子常會跟我說 媽媽你為什麼不能 把自己放鬆一點 好好睡一覺 真的好好睡一覺 隔天很多事情就會很順遂 那像兒子他工作上的壓力大 我也會跟他說 那你好好睡 你也可以吃 然後女兒如果睡眠充足的話 隔天的演出也會比較順遂 老公年紀大了 那個小小念也多了 他如果好好的睡的話 隔天不會念我 那我覺得 我個人感受是 其實我吃沒多久 我那個感覺就很明顯 我非常好睡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可以進入深層睡眠 為什麼呢 老公知道我夢話少了 就是我睡得很安穩 然後我也會分享給家人 我周遭的演藝同仁 大家拍戲壓力很大的時候 我都跟他說 最好叫隔天 就可以腦袋很清楚 鍵進去新的東西 我們出來的東西 就是很有思緒的 台詞都會很清楚 所以我也會分享給我周遭的藝人 而且這很方便 就這樣子擺在包包 你也不用怕他什麼壓到瓶子破掉 都不會 有時候出遠門去兩三天 這直接帶了就方便 它是日本的乳酸菌大腸做的 因為他們自己特殊的菌種 是非常好的一個幫助的菌種 那也很方便 不用跑到日本去買 直接上網訂購就可以了 但是我認為 它是很清楚的上面寫的 它是一個食品 我就可以天天吃來照顧我自己 因為它不是藥 它可以天天吃 那我讓我自己體內保養 每天都保持在很好的狀態下 我就可以 不像以前魂魂囤囤的四倍功半 現代人壓力大 這會很多造成失眠 這個睡眠的問題 但是除了壓力大 除了造成失眠的問題 會造成腸胃的狀況 像我最近有一位 大概五十歲的金融業的 高級的女主管 事實上她也到了更年期 但因為這兩年那個股票市場非常好 她忙得要命 結果她最近都出現腸胃不舒服 她來做胃鏡 結果做胃鏡做一做 其實胃還好 只是輕微發炎 我就跟她講 這還是跟妳的壓力有關 她同時她跟我說 因為她從去年開始 就開始去開了一些安眠藥來吃 可是一吃安眠藥 又跟佑南一樣擔心 會成癮一堆的問題 然後這個時候 我跟她建議說 那妳或許可以試試看 用一點益生菌 她一聽就 傻眼 益生菌不是都對腸胃嗎 事實上現在很多研究也發覺說 有一些特別的功能性的益生菌 它對調節神經的功能 是有幫助的 這樣佑南講的 這C23 那事實上在日本 有一個醫學院的教授 他很好玩 他就找了69個 醫學系六年級 因為他三個月後 就要考國考的醫學生 他們來吃這個益生菌 對壓力真的很大 一組吃真的菌 一組吃假的菌 吃三個月 那我們看 他們剛開始吃的時候 開始吃到第六週 那個縱軸是他的熟稅的比例 好像都提高了 事實上這個就是因為安慰劑效應 可是到他快要考試前 你就會發覺說 吃到真的C23的這一組 他熟稅的比例 會比吃到安慰劑的要高很多 所以由這個研究看起來 確實是說假設你有這個壓力大 然後睡得不太好的狀況 你又怕說吃安眠藥 可能會造成一些問題 會成癮 或許可以試試看 C23這一類的醫生菌 今天談那麼多 就是大家期盼2022年 可以好運一整年 當然除了這個財運旺 還有健康 健康也很重要 財運了嘛 那希望想生小孩能如願 對不對 也恭喜兩位老師 謝謝老師 我們輸再介紹一下 好 那麼在新年年度裡頭 那麼都希望所有好朋友們 都能夠事業順利 財運廣進 大家都能夠 藉由虎年生肖運勢大解析 能夠再加以頭 財位 汪汪方 各方面能夠做複製 讓大家都能夠 好運往往來 是 了解自己 有時候自省還不夠 需要在別人的眼裡 看見自己 在你的眼裡 看見自己 那當我們了解自己之後 去掌握周圍的資源 去感恩我們所擁有的 我相信未來一定會反饋給我們 更好的能量 讓我們心想事成 謝謝兩位老師 也謝謝所有來民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